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 从利率期过去看 基本上大概有60%的人都认为 6月份应该会升息 还是会升 还会升息 但不会升太多吧 就是一码 而且这个大概应该到头了 但是最近要公布一个就业数据 一个CPI 这两个数据如果很高的话 升息的机会会非常的大 今年全球股市很重要 都是认为 但是如果说实在三码我们都挺过了 一码 没有 至少是 我跟讲 今年的股市 本来架构在认为今年下半年 美国会降息 那现在不降 反而要去升 多少会 加上你股市在高点 所以楚董还是认为 它是一个会影响盘面的利口 我觉得会影响 但是影响不会那么大 就像举债上线的事情 我觉得影响不大 两党是斗而不破 因为如果真的美国出现状况的话 那全世界都不用玩了 所以大家都撑到最后一刻 所以今天晚上要表决 我觉得其实没有过 问题都不大 因为最后一定要过 就算没过也不怕 一定会过 一定会过 因为你想想看 美国如果举债出现状况的话 那全世界都倒了 那全世界金融市场就不用玩了 你知道我买美国债券 美国公债的国家有多少吗 对 不可能 它不是事情很严重吗 那美国公务员领不到薪水 事情也很严重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定会过的 只是在这过程当中 会进行所谓的两党的政治角力战 那么回来讲 在投资上 我们看今年 你可以看很明显 就是科技股的涨幅真的比较大 事实上看刀仲持 你看还有小型的股票 基本上都没涨 台股还是非常的强 涨了18 19个% 但我注意到短线 你看没有刀仲持跌了5个% 像费城也跌了3个% 我想会不会是因为要升息 加上涨了很多 稍微整理一下 但是有点你看有没有看到 这些国家距离去年的高点 大概都11% 20几% 还有这样子的状况 台股的部分我觉得很重要 加上接下来5月份要公布营收 你知道我觉得5月份应该状况不好 股价涨那么多情况之下 如果你的公布营收不好 多少会有些影响 要稍微注意一下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美股 因为我们比起国际股市来讲 已经算蛮强了 蛮强的也涨蛮多的 我们来看下一页 接下你看美股的一个架构 这个就我们看到了美股市值去排气 这个有 AI还是显学吗 AI是显学 我们刚刚看到指数大概跌了11%至少 但你看到有几个个股 它的股价已经回到去年的历史高点了 你看有没有 跟AI都有关系的 一个叫做Microsoft的 你看它叫OpenAI 它是OpenAI NVIDIA是AI的概念股 AI叫足 它距离的历史高点只有5%和4% 你看有没有 代表说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强 其他的个股你可以看到 几乎都是两成以上起跳 Intel对惨了 你看它 57% 差57% 对 没错 然后我们来看 特斯拉32% 特斯拉差51%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明显 你看有另外一个叫Apple 因为有巴菲特加持 加上接下来发行机 其他都距离高点有非常大的距离 代表是AI是美股的显学 所以说慢慢演到什么 台湾的相关的公司 非常明显 我们看下一页 下一页明显 你可以看到 这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 我们讲的AI的概念股 包括晶圆代工 IP 伺服器 板卡 ABF 散热的部分 大家注意到一点 你看有没有 这些个股跟Microsoft 跟NVIDIA一样 距离台股去年大不度休 一大段 你看有没有 距离高点 你看四星 创意基本上都在历史高点 逼近历史高点 高点附近 当然只有像星星 因为板卡之前跌了一大段 距离高点比较远 我们看一下 其他都没有超过10个百分钟 台积电有 台积电距离 对 台积电大概18个粉圣 对 18个粉圣 我们看一下创意的个股 好 来 3443 你看这些股票 它的上涨幅度 3443 你看到没有 基本上就是 非常陡峭的一个上涨幅度 而且在创新高 这种个股 我觉得 除非你是意高 人胆大 不然我觉得 你还是不要去碰这些个股 以过去历史经验 你看过去有什么 元宇宙 有很多电动车 如果你买在高点 当这个体材慢慢消散过去之后 股价回挡 你可能会蛮辛苦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这些股票可能还会在涨 如果你不是天天在看盘 如果不是你是意高 人胆大 技术面非常强 这些股票 我觉得你暂时不要去碰它 要稍微等一下 但是它还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短线涨不过大 要稍微小心一点 另外我们看一下 它是主流 但是短线过热 真的过热 要小心一点 接下来我觉得 股票有两个 第一个叫锦上添花 第一个叫雪中送炭 有些个股市场回挡幅度很深 所以现在要雪中送炭 我觉得重点是 这家公司的体质 到底够不够好 如果体质不好 即使在低点 你买还是一路破底 但如果它本来的绩效还不错 好公司如果委屈 最近的状况 可能真的大环境不好 可能对它不利 这个没关系 我们值得可以稍微等待一下 我们主机党 各股叫做同心电 大家可以看 6271 对 看一下 它股价 你把时间拉长了 好 我们缩小一点 对 拉长 你可以看它的线 再拉长一点 再拉长一点 你看没有 它股价323 你看没有 最近你看没有 股价慢慢慢慢再起来了 这个是当初公布第一季获利 而且展望比较糟糕 你看一个很大的跳功缺口 现在慢慢已经在弥补了 而且外资已经开始 慢慢做一小部分的加码了 像这种现行的股票 我觉得你买了它 因为本质还不错 加上它是陈泰明集团底下的股票 国际集团的 对 体制还算不错 你可以看到 它慢慢在补这个缺口 如果很多股票已经高高在上了 股价也拉到1万6了 很多股票还在相对的低点 最后会不会把资金回头去找那些 相对比较低的部分 另外我们看一下另外一档叫美利达 也是一样状况 美利达是9914 之前巨大不是库存的问题吗 有关于支付的问题 你没看到最近美利达股票也是 你长期去看它真的在相对的一个低点 慢慢开始已经起来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现阶段 我建议大家还是找一些好的公司 基期低的 基期比较低的 重点是看一下它是不是长期 还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体质的工资 你做一个长线布局 我觉得买了它之后 放在那边 比较睡得着觉 但是它未来有一段时间 一定会有机会去发酵 因为产业景气不管怎么看 明年都会慢慢有很好改善的空间 好 我们看到同心店距离 高点有45% 所以它基期确实很低 美利达也有44% 基期也蛮低的 提供给您到了参考 更多精彩的内容 锁定今天晚上9点55分 iNews频道跟我有什么事 今晚再见